大肥安天娜 沒有什麼新聞狀況下 那跟大家講一下 一些左膠的故事 有些人說 大肥 你喜歡特朗普 是 因為我喜歡特朗普夠真 他是不是我偶像 不是 因為這個世界 我沒見過一個政客 言出必行 在他任內四年裏面 他要做的事 除了醫保之外 是做不到的 因為參眾兩院 並不是存在他手裏面 所以沒辦法通過 改革醫保 除此之外 他基本上是超額 完成了 我佩服這個人 更加佩服的 就是他一個真的人 他的口 賤 他的口 惡 但是當日 他還沒選總統之前 每個人視他為一個 風頭人物 每個人爭相擁後的 希望結識他 但是當他講真話 他不跟其他的政客 他不跟其他的政客 左膠不喜歡 一些極左的人士 他們就試圖將他 就是將他 抹殺他 甚至打擊他 不讓他走出來 一個講真話的人 就有後果 當然 左膠的宣傳力量很大 很多的企業 他們覺得 政治正確 最重要 去碼住這幫人 事實上 它已經令到美國 或者很多 不同的人 包括歐洲在內 他們做的行為 是很可怕的 究竟 重新這樣洗牌 將這些極左的路線 在我們人類 即是我們有生之年 會不會 見到他們大轉向 成為了一個保守主義 成為注重人的價值 的一個 國家或者觀念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就以美國 美國不停地宣揚的 就是性別 同性戀 變性人 是應該得到尊重的 最新有一宗花邊新聞 竟然是這樣 就是有個人 他左上路 跟著他告訴醫務所 他這隻狗 要做變性手術 他發覺 他這隻狗 喜歡粉紅色那條裙 所以認定 那隻狗 是男性也好 他覺得 他是需要變性的 他喜歡自己做女士 結果 一間的狗診務所 就是醫務所 不肯做 他告這間醫務所 實際上狗是什麼 他色盲 狗應該是沒有顏色的 他分不到粉紅色 分不到什麼是藍色 實際上粉紅色跟藍色 之前在十八世紀的時候 男人 基本上都是什麼 都是喜歡粉紅色 女人 很多時候 會穿藍色的服裝 不過 當社會風氣轉變的時候 見到現在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就是說粉紅色就是女生 藍色就是男人 這意思 這些就為之左 而最重要的 就是有一位出名的變性人 他剛剛好 做了變性手術 三百六十五天 結果有一個牌子 我和你都很熟悉的 就是百威啤酒 百威啤酒 他出廣告 甚至出祝賀信 就是說祝賀這位變性人 他三百六十五天 就是說一周年 變性手術 快樂 就是說你做了這個變性手術 三百六十五天 我現在恭喜你 你是 是什麼 是生日快樂 其實並無不妥 但是現在 你看到 開始保守主義 在美國回潮 結果 他的股價 在一天之內 一天之內 就大跌 六十億美金 重創了百威酒業 為什麼 因為大家要明白 喝啤酒的人 基本上就是 一些白人的男嶺 今時今日 你搞這一套 他們接受不到 結果 霸飲 有些人說 我一輩子都不會再喝百威啤酒 生意就是生意 有時候 無需要 什麼 無需要真真正正地 將這些 放在上面 吃四方飯 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 美國現在 是一個取消文化的地方 當極左走出來 或者極右走出來 必然有後果 現在 看到美國 這些事情 所以從來 我都不欣賞美國 我也沒有想過 做美國人 或者移民 當然啦 更重要一點就是我沒有錢 節目就到這裡 拜拜 拜拜